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湘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如影随形》 大雄辞掉了东京的工作,回到了老家,帮着家里建议酒店 回来后直接住进了父母新买的房子 想到自己都工作了,还要和父母住在一起 大雄有些惭愧,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从书里调出了一张照片 他正要细看,身后却闪过一个白影 他转过头,以为是母亲,可喊了一声,母亲却一直都在楼下 大雄不禁感到奇怪 这一天,老家的朋友们为大雄举办了欢迎会 朋友们都逼问着大雄离开东京的真正原因 大雄本来就不喜欢热闹,再加上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于是找个借口就离开了 其中的一个朋友小美也一起跟了出来 小美很了解大雄,她虽然不知道大雄发生了什么事 但还是很贴心地安慰了大雄 晚上回到家,还收到了小美的晚安短信 大雄也是有点开心 就在这天夜里,大雄被一阵女人的哭叫声吵醒 大雄赶忙起身,看了看四周,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大雄和小美出去玩 小美送给大雄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陶一茶杯 大雄很是喜欢,每天都用它喝水 这天晚上,大雄刚用杯子接了咖啡,就接到了小美的来店 因为信号突然变得很差,大雄只好来到窗边 小美约大雄第二天晚上吃饭 就在两人约好时间的时候 桌上的杯子突然自己裂开了 咖啡撒满了桌子 大雄感到了异常的诡异 第二天,大雄在店里工作 想起遇到的这些奇怪事情,他有些心不在焉 突然,他看到外面有一个白色身影飘过 他迅速跑出去看 不过,只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在问路而已 大雄下班后走到家门口 看到母亲正在拍家里房子的照片 他奇怪地跟着母亲进到家里 发现家里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米饭 大雄问母亲是怎么回事 母亲十分不安,但什么也不愿意说 他只好作罢 半晚时,小美来大雄家里找他 他这才想起晚上还有约会 大雄借口头疼 可小美却认为大雄是厌烦自己 大雄赶忙否认 正想解释时 他突然看到了二楼的阳台上 站着一个白曲女人 站在那里盯着他 他惊得说不出话来 在小美转身去看时 却消失了 大雄把刚刚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安慰了一下小美就离开了 几天后 大雄听见客厅一声脆响 他急忙冲过去 看见母亲一脸惊吓地站在那里 他告诉大雄 刚刚看见了一个白衣女人站在阳台上 而赶来的父亲也表示自己看到过 第二天 他们一家去了房屋中介 但经过查询 他们的房子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或者问题 后来大雄拿回了母亲拍的房子的照片 一张张仔细查看 终于在一张窗户的照片上 发现了一张女人的脸 而这张脸 大雄再熟悉不过了 晚上 大雄和父母还有小美一起坐在客厅上 大雄说出了自己从东京回来的真正主要原因 原来大雄在东京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同事小花 小花对大雄疯狂地迷恋 即使大雄明确地表示了拒绝 但小花不仅没有停止 反而变本加厉地纠缠她 于是她逃了 逃回了老家 而家中照片上的女人就是小花 接着 大雄联系了东京的公司 可是小花已经离职不知去向 事情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晚上大雄靠着墙睡着了 女人的哭叫声再次响起 大雄睁开眼 发现阳台上的门不知何时被打开了 吹着阵阵诡异的风 就在大雄去关门时 看到了阳台上静静地站着一个白衣女人 她赶忙关上了门 惊恐地后退着 女人一步一步地向她走来 风吹起女人的头发 露出她充满力气的眼睛 已经无路可退的大雄 害怕地抱住了头 大喊着别过来 不知过了多久 周围安静了下来 大雄慢慢抬起头 眼前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她慢慢地向阳台爬去 就在这时 脖子传来了冰凉的触感 白衣女人在她耳边阴沉地说着 你幸福 我不甘心 大雄全身发凉 师生尖叫起来 几天后 他们请来了一位大师 没想到大师告诉他们 这位小花还尚在人世 只不过因为对大雄的执念太深 所以变成了生灵来寻找大雄 之后大雄接受了驱邪 而此后的一段时间 再没有发生过诡异的事情 她逐渐习惯了酒店的工作和新家 和小美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 大雄自己也反思 这件事情自己也有责任 如果自己没有逃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她决定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去面对 不会再逃避 这一天 大雄和小美一起去了 陶一教室做了杯子 看着自己做出的杯子 大雄开心地笑了 而就在打开客厅门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小花那恐怖的脸 再次出现在大雄眼前 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 那么看过后的你 是不是有过这个经历呢 你又是否拒绝它了呢 如果有 那你可就要小心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点赞 动动您的小手 就是对大雄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每天熬夜做视频的动力 每天一部好电影 丰富你的业余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